哈哈哈哈 大家好 我那是北美老子串上我们现在的轮胎已经修好了 就是说了时速68公里的时候开呢 关键一下的车胎就不知道怎么来的 然后我就靠边停下来了停下来一看好开心啊 我的轮胎炮了又有拍摄又素材给大家拍视频了 大家开心不开心呀 我还行吧 那现在呢用我们那个转向轮胎呢 大家都说了啊转向轮胎一旦会一旦失控的很危险你的方向控制不了了 经过我的个人判断之后呢我觉得 前面的轮胎爆了之后呢也没什么危险的只要他不是瞬间的胖爆顶你那下就好 我这轮胎的开着开着啊 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买Fairstone了啊我不管为啥 我最近抱的两次轮胎他都从侧面抱的 就是那最后的侧面抱了个轮胎都从侧面抱了 但他整个的还是套在我的轮子上的你知道吗 虽然说我觉得很奇怪了不管了 轮胎的事说完了我们那个前面刹车大家也知道那根 那根那个pipeline就直接被绞断了嘛 还不来被绞断了之后呢我们又换了一个换了一个就是那个 Aerhose 那就是 气管 换了个气管的我们前面刹车有了 但是呢还有一条线的连人那条线呢肯定是那个 ABS 为什么我这么敢确定的就是因为我们这时候呢我们的ABS灯亮了 这时候呢我们不管他都开回家的时候呢 在修理 本来呢我们想看看时间今天那就把那个 我呢该送了送了但是现在看来呢 我们又可以在路上 吃吃喝喝了 继续 回头看看我们这个轮胎该怎么怎么换 对了 想跟大家说的 我的换了最便宜的轮胎 500多美金 其实呢如果说在正常情况再加200块钱呢就能换 但是我问他有没有他是没有的 然后呢我也问了他的换的给我是made in Thailand 我就跟他说了啊 以后你们不要用泰国的轮胎了用中国的轮胎我就ok了 他说不行啊我们这没有中国轮胎 哪怕 就这样 所以说这北美贸易竞争吧 我都不愿意看着看着泰国轮胎我都看着反 就不愿意用 别轮胎就怎么回事了 好了我们的旅途继续回头呢等我们下等我们回回温哥华之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前面轮胎的后面轮胎的 该换的换 该掉的掉 我宁可相信 中国轮胎会跳舞 也不相信泰国轮胎也不相信泰国轮胎会安全的在上让我路上开啊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呢是highway 二十二轮胎 向东行方向 现在外面的时速限速的是八十英里每小时也就是一百三十公里每小时兄弟们 你们敢开多快 我的个人建议就是 我反正是冲着 七十英里和七十五英里 因为现在换这个轮胎那我就没啥信心了 这感觉到荒凉了 这期视频的我都不想打算给大家拍的 为什么 这两天不管怎么吃的都吃不饱 有些种说刚刚你多吃点蔬菜 给大家表演五分钟的 牛排吃法 这次我吃牛排忽然间发现自己没带盘子 也没带勺子 那不是没带盘子也没带叉子 但是garlic salt和lemon pepper还是有的 我大家给放 我大家先捆在这里 捆你们三分钟 好了 基本上就ok了啊 我把你们头往下摆摆 你们头好硬啊 再硬点 好了 这时候的 我这种吃法呢 就是 随意吃法 你为什么要随意吃法 你桌子我直接在桌上吃为什么 没含 为什么不给大家拍视频 没啥子 实际上太难看 后来想想为啥给大家拍视频 这是我真实的一面 我吃一块牛排的时候一直在纠结 我吃一块的还是吃两块的 这是看看那边 这是我吃这个 然后说刚刚你吃播换角度了 没有 因为这天呢 我说的不是吃 买了块牛排硬硬紧 也没有忍住 因为现在呢 满脑子想的不是怎么吃 满脑子都想怎么吃 但是没想着怎么吃 满脑子想吃 想吃牛排了 可是忽然间发现什么 牛排是买回来的 刀有 差都没有 盘子也没吃 一次性的盘子都没有 不管了 快怎么能吃 能啊 这要找感觉吗 一块不够 但是我要歇会儿 因为这个这个牛肉这个东西 你吃到胃里 得过过脑子 你得让他过过脑子 如果要不过脑子那一会儿你能腻了就头晕了 我先经理一下 看怎么怎么要不要再吃 我八成还是在 马上回来 我一块牛排下肚呢算是 有点 有点体力了 要给大家拍视频啊没点体力是真拍不了呀 贼头脑子 好了 讲给大家说了现在我给大家演示 第2块牛排 怎么煎怎么吃 不管是大火也好 几火也好 小火也好 不管怎么样了 反正是我告诉你 这牛排只要你买的够好够新鲜 确切来说不好不好先摆一边 一定要够新鲜 如果一旦不够新鲜了那这牛排吃起来就不好吃了啊 那 你看我这边那就有点不新鲜了 而这边呢你看就也有点不新鲜了 不管了 这时候呢放进去煎了开始 这时候呢把火调到最大 盖盖30秒钟 我是真等30秒啊你们你们等 要不然过一会儿我说的真不是30你说咋弄啊 就看看我怎么样煎牛排吧 这牛排稍微煎不了他就能吃了尤其是像你饿的时候啊你真的像刚才我狼顿火焰吃了一脚都感觉啥没有 因为介于今天呢我吃完牛排开车我就没没准没酒 也没也没想着跟大家喝两钟 理由很紧的 饿了 想吃肉了 30秒之后啊 紧接着赶快翻 转一圈 好像你们看不着是吧 看不着也别看 待会儿能吃就行 可以 这时候呢 你要把牛肉煮熟呢 关小火慢慢煎 稍微闷一下再闷个30秒 然后呢 正面煎30秒 反面煎30秒之后呢 我觉得大火烘两下就可以了 通常情况煎牛排大家一定不要盖盖子 盖盖子这牛排就废了 我为什么盖盖子那是崩子哪都是啊真的崩子吃牛排的时候呢 可是后来想想下 这个下去要把所有东西加回什么都摆着 拍摄这个角度拍不出来 我都有觉得 还是在我车上 这时候呢我已经关着小火了 关着小火闷个一两分钟吧 就够了 为啥呢是要把那肥油给煎出来 这时候呢就是 先要把它弄熟了 不对呀先应该外焦了才行 但是外焦好 外焦呢很容易弄 你把火一关的 你把火开到最大就10秒钟就焦了 但是你想把里边弄熟的不容易你知道吗 但是牛排这东西不能吃全熟的 一定要记住这点 我再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效果 这火貌似有点小啊 肥油还有点硬啊 油一软了就行啊 油一软了就开始正反面煎 我不给大家看了 因为是我这种 我就是个无理头吃法 绝对不是顶级大厨 只是凭感觉 为什么我这个我呢在卡车上能做出这种效果来呢 介于有很多因素 首先这个锅 大小合适 旁边也是热气 也能把旁边那个油啊 接过来 如果我在家里做的锅大火气什么都掌握不好 我感觉差不多了 好 接盖 放下去 翻一下 我跟大家说现在这个牛排煎的有一点点老为什么第1口和第2口不一样 现在真的在数30秒 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这个牛排煎的检色绝对够好 我觉得现在不能再煎了 挺关火的 好他的余温呢 我们就可以开吃了 我们这次刀不是刀叉了 好了 开个 因为我想了什么呢 如果你煎的不够呢 你吃两口呢 还可以回去回煎 你要是 过头了呢 这就不好玩了 对不对 好 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 我先一边一边来啊 这边这个油啊 感觉不错 还可以可以完美 但是我吃牛排呢需要从右边往左边切 先把这个纸转一下啊 我摆好位置 放料 来门派的 来 扫牌 你为我放这么多料好像我也放多了一点 是不是大家有点 低了看不着 镜头 镜头有点高啊 给他弄低点 这回差不多了 这回我们就可以一起分享食物的快感 两个块的插头 一刀 两刀 三刀 牛肉啊 大家可以看 这回那是这里还是生的 那就是这种口感 嗯 不说了外交里面 我说的外交里是真是外交里面的啊 这肥油 刚好病人 这肥油吃两块真经啊 再来一块再来一块 我说我中车吃牛排为什么要喝酒了 这牛真经啊 来给大家看我煎牛排啊 不利点啊不利点绝对是不利点 外面是焦黄了 我吃了就要上头了 我吃了就要上头了 不行了不行了 上头得来个白菜了 你年龄重大 以后肉吃不多 再过五年 我估计我的主食就是以粥和白菜为主了 烫着自己现在还有点口服 多吃点 这时候呢 我就把这张纸撤了 有很简单这张纸贝作用是吗 需要 说实话第2块这个吃的 这是有点费劲 为什么呢 真的 一块牛排下去之后确实第2块真的有点费劲 我最喜欢吃着肥的 你让我肥猪我吃不了这肥牛 哎呀 嗯 大家知道肥有腻脑子吗 哈哈 哎呀 哎呀哎呀 吃你浑身上下抽搐真的吃着你真的浑身上抽搐 哎呀不行啊 两块这么大牛排啊 吃了一块半 我现在肚子是饿的啊 我现在肚子是饿的啊 没有饱腹感 理由很简单 你不来点面 你吃不饱 这时出来啊这十天我就没吃过一顿饱饭 不对 我吃了一顿饱饭 在洛杉矶的时候啊和我哥们 一块去吃澳油坎义 吃完就了你能来点蛋白 你能来点那个 淀粉 汤水 这样 才吃的能吃饱 现在我吃的牛肉 我很享受 但是不咋幸福 为啥 幸福 是和别人分享 你说到分享 我好多事情都没和我的家人分享 吃到这里 喝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这期我吃了有点狼狈 因为现在我满脑子想的 我是北美老师一刹钢 这是我第一次没吃完的食物啊 但放心 这牛肉绝对不会扔啊 我们休息休息 夜宵 下期见 晚安 我宝宝